黃國昌過去是說什麼 是說我為了我的公平正義 而且這個 柯文哲還說找他來當法務部長的 他以前罵嚴家罵得不得了 但是現在居然可以一起同台 都出現在蔡壁如的場合 來剛想法律人你怎麼來看 就是他也法律人嘛 對不對 過去呢是說這個貪污啊 貪腐集團啊 然後是這個嚴家 包括他的爭議 結果黃國昌現在可以為了 要當立委 可以兩個人同樣 在同樣一個場合出現 那這個把過去的法律原則 都開玩笑 我覺得是這樣 黃國昌我過去認識的時候 那個黃國昌 我現在在看他這些行為的時候 我想那個人跑去哪裡 我完全沒有辦法了解 就是說這跟法律人 不法律人沒有關係 而是他的人格前後是不一致的 你那個時候可以反這個 嚴寬恆反成這個樣子 然後你現在今天居然跟他站台 然後你同樣講一套 我覺得這個是我沒有辦法了解的 事實上在我們那個時候 太陽花學員認識的時候 基本上他的法學素養 好像大家所以太陽花學運的時候 你是真的有遇過他的 當然是有遇過的 我們那時候是在太陽花學院裡面 我們是那個保護學生律師 我們有進去裡面輪職 穿這個律師袍 其實穿律師袍很好笑 不過你穿這個律師袍 有點安神的作用 好像有點... 就是... 正如說啊 坐在裡面正宅的那個味道啦 所以你跟他是一起 然後那個時候認識 所以他之前... 他現在說他要跟... 秋顯治、黃國昌 他們那些... 我們事實上我們都看得到 我驚嚇到說不出話來耶 所以你就是那個見證 真的有看到 因為我們現在很多看 我看過他以前那個樣子 他是那種就是... 之前反服貌 現在是要當民眾黨的部分區 是可以服貌可以打開來 談一談看一看的耶 所以我看到這一段過去的時候 我有點懷疑說 我的記憶有沒有記錯 是不是他當初就贊成服貌 我甚至產生這種幻覺 後來我想... 沒錯啊 我就是在太陽光學院碰到他 而且那個時候 沒事那個道貌黯然 然後那個神清掩然啊 是 我真的覺得我沒有辦法了解 就是說這個好像 跟法律人沒有關係 而是跟... 因為法律人事實上 也有各種不一樣的人格 簡單講就是這樣子 無法解釋